各位欢迎光临这里说事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 澳大利亚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很多中国人愿意到澳大利亚旅游 愿意到澳大利亚留学 甚至到澳大利亚养老 我们也大量的从澳大利亚进非常多的矿产奶制品等等其他产品 然而我们发现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总是摇摆不定 前些日子澳大利亚总理出来说 说澳大利亚从此站起来了 不要再遭受中国人的奴役了 没隔几天这位总理又出来说 我怎么可能反对中国呢 我儿媳妇就是个中国人 我在中国做生意都做了十几年 同样啊 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也是几经摇摆 远的不说我们就说近的吧 南海仲裁刚出来的时候 澳大利亚政府马上叫嚣着说 中国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南海仲裁 然而当印尼要求跟澳大利亚联合对抗中国的时候 澳大利亚说了 我根本不想对抗中国 澳大利亚甚至要求美国退出TPP之后 中国来当TPP群主 在今天中国外长王毅和澳大利亚的总理阿伯特进行了会面 那么这次出访澳大利亚呢 王毅另一个重要的访问内容就是参加第二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而在对话的举行之前啊 这个王毅和澳大利亚的外长 毕晓普举行了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 在谈到南海问题的时候 外长王毅表示各方应该做到四个尊重 王毅提出的四个尊重 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 二是要尊重国际法规 三是要尊重当事国之间的直接对华协商 这是国际上处理国家间争端的通行惯例 也已被实践证明是解决南海争议最有效和可行的途径 中方不赞成另搞一套 我们就想问澳大利亚为什么对华政策是这么摇摆不定呢 其实啊这个事还真得从历史找原因 澳大利亚自立国以来啊 就秉持着一个抱大腿政策 二战之前澳大利亚抱的是英国大腿 那个时候英国是他的宗主国 他也是英元帮的成员之一 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所以呢澳大利亚非常甘心 在英国的庇护之下作为一个二等强国 二战之后英国不行了 澳大利亚发现美国行啊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美国跟英国一样 跟我同门同种啊 种族也好 宗教也好 语言也好 我们都说得上话呀 所以呢 最近几十年以来 澳大利亚是非常愿意 在美国的庇护之下 做一个二等强国的 然而21世纪以后 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澳大利亚在经济上是越来越依赖于中国了 澳大利亚甚至认为自己不大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大洲 他应当进入到亚洲大家庭来 对他是比较好的 而在政治上 澳大利亚抱的毕竟是美国的大腿 美国又确实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之一 所以在澳大利亚看来 他天然的就把中国当作一个假想敌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 经济上澳大利亚无比依赖于中国 希望跟中国的贸易越频繁越好 在政治上 澳大利亚又非常惧怕于中国的崛起 害怕中国一旦崛起了 把他整个吞并了 所以呢 当经济战上风的时候 他对中国就特别友好 当政治战上风的时候 他对中国就特别不友好 其实放眼世界 我们甚至可以说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并不显见 很多国家都是一方面在经济上 特别想跟中国做生意 认为中国的崛起 能够让他的经济获得非常大的好处 另一方面 暗暗又担心 一旦中国崛起了 会不会对他造成实际上的安全的威胁 因为他们太习惯于一个美国独大的世界 而太不习惯于一个中国崛起 或者说中国复兴的世界了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怎么办 要我说 时间会抹平一切 时间会让中国崛起和复兴的速度越来越快 也会让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家 越来越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让他们安安心心的抱我们的大腿 就像今天他们抱美国一样 最近网上很多朋友问我们的更新频率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里我们给大家简单预告一下 我们赵旅说事关注的是国际时政热点社会话题 每天我们会三次更新我们的节目 每天三条新节目 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找不到的话 最方便的方式是请关注赵旅说事的头条号 或者赵旅说事的公众号 看看我们的最新最热视频吧 这就是呢 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